爸 又怎么了 我不跟你过了 有什么事情最要好好说 我不做 要离呗 对 当初你追我的时候 你说以后一定会对我好 可是现在呢 你哪一点你做到了 我同意 当初我爸用车把你接过来的时候 车上贴了个喜字 我爸现在还要用车把你送回去 车上还得贴个离子 必须罗口喧天 冰暴其名 必须办的热闹闹的 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理了 怎么办这么热 还有 当初我爸娶你的时候花了十万 现在我爸和你离了 他再给你拿十万 我怎么还给他拿钱啊 你说你雇个王母一年两万 十年底二十万啊 还有 我和我姐都跟你走 你不管找谁 我都管他叫爸爸 哎呦 你不能放 你就跟那里 四百娘户不稳 你就跟那里 什么手续啊 哈哈哈哈 我放还没做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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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你这样对我爸是不是很过分了 我怎么过分了 平时不让他抽烟喝酒就算了 还不让他带我们出去玩 一分钱都不给他 就是哈哈哈 今天就是都让他赚钱 我这样跟机器有什么区别啊 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啊 哈哈 哈哈 行 既然你们都这么想 能 这是咱们家全部的积蓄 都给你 哈哈哈哈 嘿嘿嘿嘿嘿嘿嘿 今天晚上我要出去开地 我要出去吃龙虾 我要出去吃烧烤 我要烤羊肉串 我要吃到兔 嘿嘿嘿嘿 看了咱家这辈子是买不上房子了 嗯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爸 你有没有想过 照你这样活下去 咱家房子怎么办 你爷奶奶生病了怎么办 我以后结婚 才你怎么办 你说我妈不想出去玩吗 我妈还不是为了这个家装饭 你说对不对吧 哈哈 现在明白了吧 一会就行了 我该干嘛干嘛去吧 我把走出来是不是给你们钱了 给了呀 是不是给你钱了 给了 给你多少 二百啊 不是外婆给我爸的钱 你也想要回去啊 就是啊 我妈为什么给你钱啊 不是赵母娘给你去钱 不是很正常吗 不是你还真想要回去啊 你信不信现在我立马 行了行了行了 我不问你这件事了 我问你另外一件事 什么事 这闺女是你亲生的 这儿子难道不是你亲生的吗 是的呀怎么了 那你怎么天天给闺女买东西 也不见你给儿子买的呀 哈哈哈 富养闺女穷养儿吗 那人家说的是精神上富养 可是闺女她知道对我去她问哪呀 我每天下班回来了闺女看到我都问我爸爸你今天累不累啊 可是她呢 她看见我像没看见一样 回家就知道找到吗 哈哈哈哈 中枪 爸 如果你真生气的话 你就打我两下消消气吧 我是男孩子 没有女孩子心系 但不过你在我心目中 一直都是一个英雄 只是我普通就说出来而已 我心目中 一直都很崇拜你了 真的啊 真的 爸 你打了 打什么打 爸爸呢 虽然说是第二次做爸爸了 但是呢也有很多地方做的不好啊 以后爸爸慢慢弥补你啊 因为爸爸带你买好吃的 爸 不要 我给你家里省点钱嘛 哎呀 傻什么傻啊 爸爸有钱 一会你自己去买 爸爸有钱 他妈自己就找去了 以后当姐姐的对弟弟好一点 嘿嘿嘿 一会你自己去买 嘿嘿 啊 小文青 钱给妈妈给你收着吧 想吃什么妈给你买好吧 给你妈洗一下 行了那你俩写作业去吧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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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什么 过去的这一周呢 咱家的各项指标都很平稳 各项支出呢也都在预算以内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咱们家很快就能买上房了 这都离开我吗 领导有方 嗯 妈我想想你汇报一件事 嗯 你说 就昨天中午我爸睡觉的时候 嘴里一直在喊着 刘文文 嗯 我我什么时候喊啊 对呀我怎么没有听见 就是啊你 我 我也听见了 行啊你睡着了还想着你的初恋啊 是不是啊 我我没有 妈其实也不能全怪我爸 都难道怪我啊 你平时他好一点 他温柔一点 他也不至于这样子呀 我平时对他不好吗 你看他穿上这件衣服 一块穿十年了 昨天上街看上一双皮鞋 200多块钱 你都舍不得给他买 一块钱都别提了 还没我的多呢 哈哈哈哈 我这对你这么抠吗 啊你以为呢 你别笑 那对不起啊 我只想着把柿子过好 没考虑到你的感受 那以后呢 我都考虑考虑你的感受 好吧 那我这呢有1000块钱 你先拿着用行吧 哦 不够的呢再问我要 好吧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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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贝尼 他连你套都深啊 两句话一忽悠 你妈就给钱了哈哈哈 不你俩什么意思 和你伙来骗我呢 是不是 和你钱 把钱给我拿回来 你们爷俩给我等着 散会 哎呀 大折 好 好 等一下 我们去讲 解订人家